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就在今天华尔街有这么一说 说美国总统大选11月3号以前 美股有不能跌的压力 真的吗 那么11月份以前 美国股市到底会怎么走呢 VS台湾电子股跟台股之间的 关联性沙盘推演 头独家议题就马上帮您追了 我的股票各股限国即将要除息 可是我没有它的限国 我有的是各股期货 请问我拥有该股的各股期货 我可以领得到习吗 如果可以领到习 到底习该怎么领呢 您又该注意什么的事项 这一题好多粉丝都在问 之前还记得吗 我们跟你讲了 中国大陆请国之力大推了 第三代的半导体 今天才知道 原来中国大陆卯足全力在推第三代半导体 可都是落后的哦 因此未来在推的同时 我们挑战跟机会 今天半导体的专家带来前线第二个大独家 有些人认为 现在这个礼拜最快哦 大盘有机会突破了横盘震荡整理格局 如果是这样子往上突破的话 那么有必要自己的股票要自己做检查 看一下是不是黑马股 如果手上抱的是黑马股 就会这样就会赚了 如果手上抱的是黑羊股 就会这样 但就会赔了 可是怎么办呢 黑马黑羊傻傻分不清楚 今天压轴的专家教会您 台股更要看透彻了 台股有个漂亮的地方哦 周夜线出现了黄金交叉 还有发现到今天 台币跟人民币同步升值 来到了新高纪录水准 奇怪的是热钱涌向两岸 对台股是个推升加分吗 惠子姐您好 晚安 非常晚安 大家晚安 还有黑马黑羊 插一个字插很大呢 怎么分呢 微良教会您 微良您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为什么第三代的半导体 会跟电位供应器有关系 台大工程学电机博士 蒋金厨建筑 你好 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 晚安 如果你有的是个股期货 你也可以领到席吗 玉衡教会您了 玉衡你好 瑞衡好 大家晚安 量太少 这两天你有注意到吗 大盘收得还不错 涨了57点 收12845 不过您看包括今天的量 只剩下1861亿元 提醒您不是只有这两天 四天的时间 量走在2000亿元以下 所幸现在的周月线 周线这一条 由下往上穿越过月线 形成了黄金交叉 两根的红棒是不是推升大盘 还有机会往上呢 不过说到了量少 真的有点矛盾 哪里矛盾呢 你看新台币 新台币今天的盘中 强身见到29.199 包括今天的收盘 29.4的中央大关 又升破了 昨天29.5的关卡 这个总裁房线升破 今天第二个关卡也升破 这个创下两年五个月来的新高记录 人民币何尝不是金人民币也好猛 6.7768也是出量的 进到一年四个月来的升值新高记录 我要问的是热情怎么都往两岸流窜 流到我们这会带来加分吗 台股的加分 会不会我问一下 惠资节贵买部分 提醒您 这贵买表现也不错 月线所有均线也都站上了 这会不会形成一个碗底呢 不过说到了外资 就会带来点期待了 你看哦 集中贵买都不错 外资也在买 现在外资是推的动能 包括了限过期货选择权 金额都带来正向的发展 好 Poco Ratio值提醒您 也是在往上的咯 就是这样 所以待会期货角度怎么看呢 涨度的一场 亚洲股市今天红的比较多 该您做一下报告 虽然亚股都在红 但是亚洲开发银行 一份重要的报告说 开发中的国家 GDP在今年一整年 预估应该是负的0.7% 近60年来 开发中国家在亚洲部分 首见微缩 信号这些的国家 不包括中国 台湾 韩国 新加坡等等在内 台湾今年GDP 应该还是正成长的 提到了亚股的红 跟您报告 今天早上的美股也是收涨的 美股的红 华尔街更关心这件大事了 玉衡请上来 华尔街说 在11月3号 美国总统大选日之前 美股有不能跌的压力 到底为什么这份报告 带大家看一看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请问11月3号以前 选前的美股到底会怎么走呢 美股怎么走 牵动我们的电子股 牵动我们的台股 告诉你 这个不能跌的压力 今天晚上依旧看得到 待会9点半开发的美国股市 应该是凭高盘来做开出 所以玉衡马上说 华尔街的最关心 因为他们的券商 其实有做一个统计 就是总统大选这个大选年 如果这个美股是走跌的话 那个总统可能就选不太上 就是当任的总统 连任就会选不上 没错 这个连任之路 就会很坎坷 我们那个美国的这个券商 BTIG 他去统计从1928年到现在 这个标普500 在大选前三个月 如果是处于上涨的趋势的话 现任那个总统 或是他们同样一个执政党 比如说共和党 然后他的连任的机会 有90%以上 所以只要美股好的话 那他这个选情 很可能也会相当乐观 选前三个月 对 11月3号选 10月3号 9月3号 不就是no 现在吗 对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了 所以确认 如果选前的三个月 股市呈现上涨 那么川普 执政党共和党 连任的几率就是大的 没有错 原来是这样 那从历史上 从以前 他从8月底 如果跌到大选日 这个执政党 他都有输了 输了六次 那从这里面 共和党跟民主党 各三次 如果是共和党 他输掉执政的部分 有1932年 1960跟这个2008年的部分 然后在民主党的部分 则有这个1952年 2000年跟2016年 所以他们都会 政党轮替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刚好 那一年的经济 可能不是很好 股市不是很好 所以在今年的部分 又碰到这样子 那个疫情的关系 那所以川普 在他们的团队 在最近 应该是把股市 要全力把它护起来 那这个 他总统大选之路 才比较有 这个连任的机会 这个报告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也就是呢 结论告诉大家 如果呢 选前三个月 这是呢 关键月 这三个月 如果美股是跌的 执政的 就甭想连任了 如果是涨的 执政的 原党原总统 连任机率就高了 没错 所以来下一张 那我就有兴趣了 十一月三号 要选美国总统嘛 那十一月以前呢 美国股市 帮我沙盘推演 对好 那其实在美国股市 我们最重要 应该要关注 就是纳斯达克 他也是美国股市 里面四大指数最强的 跟费半一样 都是电子股最强的部分 这是从今年以来 这个年初最高点的线 我们可以发现 几乎是涨一倍 这是景线位置 对 这边是年初 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这边到三月多 是最低点 6628 对 然后他往上走 几乎是翻了一倍 从6628到一万两千点以上 所以整个美股 我们关注的部分 当然就是纳斯达克 最重要了 那我们帮沙盘推演一下 如果在近期 近期的走势 如果低点不用再破 然后可以站回月线以上的话 他月线大概落在这个位置 对 如果这边可以突破 突围的话 我认为在到十一月的时候 再创新高的可能性非常高 然后川普就选上了 对 好 这是一种情况 这是一种情况 那如果说在这一两天的 这个月线 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压 我们股市在那边震荡 上去之后都上不去 上不回去 上不回去的话 那这样子美股 在十一月之前 走一个大拉回 而且川普的选情 会非常的艰困 的情形 会变得非常的 这个机会相当高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拜登就当选了 对 好 讲到纳斯达克的月线 帮我来一下 观众朋友 我刚不是带了吗 我们的大盘 下面是周月线 出现了黄金交叉 月线我们早就站上了 可是纳斯达克的月线 是在这儿 又出现了台股领先 纳斯达克美股的走法 所以请问一下 这个我们上次 你也教过了 因为我们是科技相关 领主件的源头拉货 所以如果我们这边 能够站上月线 它迟早也会站上月线 因此我如果以台股 再上月线 纳斯达克这条线 也会站上 这样一个推论成立吗 我觉得是成立的 而且其实在本周 也许今天晚上 其实就有一个重头戏 要发布 就是苹果的发表会 今天晚上的凌晨 那这种东西 其实在今天的台股 其实就已经有开始反映了 我们发现上涨 但是没有量 为什么大家在等晚上 会不会有 有什么意外出现 或是说会不会有 sell the news 这样子的情形出现 所以如果苹果发表会 是OK的 然后本周五 这美股的市务日 他们的市务日 就是他们的期货选择权的 结算日 他们三个月结算一次 如果这两个都顺利的过关 我认为行情接下来 继续走多的可能性 其实相当高 难怪 我想今天晚上 美股没有像昨天开的那么高 就是因为他们的市务日快要到 又在等这个苹果发表会 幸好苹果发表会 我今天有请微良帮大家解 对 而且市务日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 我们从今年的市务日 都可以发现 3月20号的市务日 在这边 然后6月19号的一个市务日 它几乎就是一个行情的 一个转折点 空方的转折点就在这里 对 然后多方的震荡整理之后 往上突破的转折点 也在这个位置 所以美股的市务日 其实对它一个 下三个月的一个行情 其实有一点领先的一个作用来看 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市务日 它就是股票期货 跟股票选择权 还有指数的期货 跟指数的选择权 同时在这边结算 选择权跟期货 四样金融商品 同时间结算 对 所以 四污日往往是空转多 而且在四污日的 前前后后会出现震荡 很明显出现震荡 然后震荡之后再走多 然后震荡之后 您研判会这样就对了 如果我们在四污日的状况 表现得很好 而且今天晚上的 苹果发表会表现得也没有 出现一个什么利多出境 或是突然到头栽 这样的情形的话 如果这两关顺利的过关 我认为接下来走多的机会 其实是相当大 终于明白 为什么华尔街 多数这份报告就在讲说 这个到十一月三号以前 美股有不能跌的压力在 所以美股既然有多空的规划 来最后一张 美股VS台湾 应该说台股的电子股跟台股呢 对 卖卖卖权也是看多的部分 对这是看多的方向 对那下面的在零周以下呢 就是看空的部分 那包含了卖卖权跟买卖权 那我们看柱状体就可以 我们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 其实外资跟自营商在选择权部分 其实比较偏多 很乐观耶 对耶 因为这个棒子是您两大法人的加总 几乎都是在零周以上的做多 对所以我们发现在两万六七百点 一万两千六七百点以上 我们发现法人并没有特别看空 所以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在他的筹码面来看 是其实比较好的 那我们回来看在美股部分 我认为就是刚才费半根纳子的一个月线 要能够站上 那道琼的两万八千点要能够守稳 美元的部分 我们刚才提到台币 美元也不能转强 要在93以下 才有利于股市的资金行情往上续推 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美元是要走扁不能走强 对对对 它一走强 全球股市压力就来了 美元指数被玉衡讲对了 走扁 现在是92.892.9左右 所以只要它保持弱势 美股就会有续航 没错 现在美元就是个最明显的避险商品 已经取代黄金了 那所以我们在美股的部分 如果它能够走比较偏多的话 台股部份我们再来做一个分析 第一个好 它的短均线其实往上走 短均线所指 短均线包含五日线十日线 那现在只有月线是下了 那季线也是往上 所以它短的均线其实都往上 然后再来我们如果用周K来看的话 十周线这次有守住 我们刚才之前前几周都有提到 周K低其实并不太好 我们来看一下周K好不好 周K然后十周线有守住 这是周K 十周就这条线 为什么要守十周线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盘软体的 这个周期做切换的时候 5MA跟10MA都是大家最容易看到的 5天10天20天 周线 然后呢 十日线跟月线 切到周就变成十周了 那我们下面可以帮大家转一下K低值 我们可以发现 以周K的角度来看 它的K低也没有像之前这么差了 那其实从这边来看 它的K低也是做一个勾角 包含日线的K低也是勾角 我们看一下大盘的周K低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我发现有一点点黄金交叉勾角的味道 所以从周的角度来看 大盘的是多方力道 因为已经横了很多个礼拜了 所以周K低黄金交叉是有机会突围 你的意思 对 没错 我慢慢在加温的一个感觉 OK OK 所以从技术面上来看 跟从串满面来看 我认为其实都相当乐观 但是就有一个隐忧 我们现在的量还不太够 还在2000亿以下 所以明天这个苹果发表会结束了 明天一定是量要补上来 明天一定要在2000亿以上 所以我们包含了其他的这个多方的 这个好处才有办法发微 那我们之前有提到突破的这个12750的位置 如果拉回的话 还是要把它守稳 那这个多方的走势才比较有续航的力道 讲到了选择权 我看一下那个选择权那一张好不好 因为我发现到最近的选择权 口述总量来看 包括了金额 所以我们是不是只要这两个 能够保持选择权外资的多方 这样子就有利于盘市 没错 因为选择权它是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只要选择权这边外资 没有大幅度的避险的空单的话 那我认为行情其实并不太需要杀笔 你这样子担心 当然选择权外资最近其实都是做多 可是我有点点怕的是在那个期货多单 也就是外资中性有点偏多 可是期货多单老是没有办法回到三万口 那没有三万口的期货 外资有办法稍微再加温一点多方吗 那就是明天的部分就要回到三万口以上了 那其实外资在今年的期货的操作 都没有像往年这么积极 对啊 今年反而都是在选择权部分做一些 他的一个动作 期货的部分其实都维持大概温温的 两万口三万口附近方来往去 所以我确认一下这样结论对不对 因为刚好玉衡是期限货专家 第一个选择权 选择权保持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跟这个多方要领先 再加上期货的多单 明天至少要快一点点 总口数要回到多单口数 至少我们9月10号这个以上 有没有 9月10号这边以上 好 然后三poco ratio值 如果大盘往上爬 你也要跟着往上爬 三大必备条件 那么外资的做多方向 就比较能够肯定一点 好 给金玉衡 非常谢谢您了 从美股有不能跌的压力 只因为他们总统大选要到了 扩散到美股的沙盘推演 跟台股的下一步 好精彩 期待就照预衡这样的走法 希望了 但希望也有落空的一天 不知道会不会 但这个希望come true成真了 昨天我们还请玉塘追 全世界半导体最重要的大事 就是NVIDIA并下了安谋ARM 您可知道NVIDIA的老板 是我们台湾人 台湾企业老板 NVIDIA共同创办人 也是执行长黄仁勋说 他说就算NVIDIA并下安谋 将会维持开放授权 承诺一 承诺二 承诺三 答应四 请问这四大承诺 为什么要承诺这么样大的方向 意味着半导体的市场 将会出现怎么的改变 或怎么样的多空挪移吗 尽重帮我预告一下 我们知道NVIDIA 四百亿收购了ARM 那到底这个收购是怎么样发生的 那么黄仁勋执行长又做了哪些保证 另外这个Chromebook Pixelbook 这些专有名词搞得大家头昏脑脑 到底是什么意思 待会我们跟大家说明白 而且既然见证来了 我就要问一下 这个何许人也黄仁勋 让他介绍一下 半导体业的它有多重要 空不可我终于今天要问了 什么Google笔电 什么笔电 一大堆傻傻分不清楚 不过这个您就不能分不清楚了 苹果 这几天对苹果而言 就像刚玉恒说的 是他的大日子 秋季新品发表会 有哪些的新产品 微良来预告一下 对 那其实果粉呢 这个引颈盼望很久了 就是这个秋季发表会 这一次呢 当然有几个重点产品 那其中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到底iPhone会不会在 这一次的发表会当中亮相 那或许台股要攻一万三呢 就要靠苹盖大军呢 在这边要开始发威了 那再来其实呢 我们也看到 国内包含 红海 伪创 河硕 这三家呢 iPhone的组装大厂 竟然都参加了 印度一项计划 那代表他们即将要 把生产线移到印度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这个又对于 中国跟印度之间的 手机大战 整个产业链的一个 生产计划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待会我们分享给大家听 哇 讲得真好 换句话说 这个礼拜 最大不一样 就是电子股发威了 我们看看咯 也期待明天的 苹果派 以及这个 有没有机会 这是什么计划呢 微良独家告诉您哦 而且微良 还要帮大家一件事情 最近好多粉丝 收到一封信 这是券商寄给他的哦 台湾投资人说 奇怪 我住在台湾啊 台湾的我 我买了台湾的股票 为什么会收到 美国跟我追税呢 美国要跟我课税 到底怎么一回事 而且呢 税率三成破高的呢 微良会告诉您 你买了在台湾哦 台股当中 你买了什么样的股票 会被美国政府 追到台湾来追税 另外一件大事情 就是大盘了 请问周月线黄金交叉 对大盘带来多小的加分呢 台币人民币创下升值的新高 意义又何在 活爱为什么会这样 灰子姐您觉得呢 预告 对 所以的话 我们等一下来看呢 为什么的话 今天的话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同时都非常的强势 而台股呢 又见回不回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关联性 还有最重要的是 前面的高点到底要不要过 接下来下半个月的行情怎么看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漂亮 前面的高点就是13031 我背好久 但是它老是不过 有没有机会过呢 总之呢 前hot money涌下的两岸 总有个理由吧 到底为什么 接大盘今天交给惠子姐了 惠子姐还帮我第二个忙 我说到做到 10月26号 盘中零股交易 就要正式上路了 听说了 手续费得弄懂 好像课的比较不一样 手续费到底要抽多少 还有盘中啊 我想要台积电 100股把它买进来 我台积电100股 赚到钱了 我想把它卖掉 盘中零在界的零股交易买卖 多跟空 到底该怎么判断呢 惠子姐短线强棒交给她